但這段我愛過去 孤親看來 連身處比起來了解 永遠的將來 愛自己勇敢再勇敢 我高中 畢業之前 我跟我朋友在回校門 高中這三年有沒有做過任何很勇敢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發現沒有一件事值得說的 所以我們就相約的去學校的魚池 裡面有很多的鱗魚 我們就把手伸進去魚的嘴巴裡面 然後感受被癒藥的過程 這是我覺得人生最勇敢的一件事情值得 應該是今年帶小孩去壽西 然後從五公尺高的地方跳下來 因為我有點去高正 但是因為小孩都跳下去了 媽媽沒有下去實在太多年了 然後教練就是說 好 你就是站在那邊 然後你沒有下我也會把你推下去 但是最後還是自己下來 就是本來覺得看起來跳得很簡單 但是真正自己就是要踏出去的那一步 其實還是會有點害怕 大學的時候 有一次機會是師大舉辦了海上大學的 接待學生的選擇 雖然我要報名的時候 我知道有很多很厲害的人都已經報名了 但是我想給一次自己的機會試試看 證明他就能滿意了 結果呢 在面試的當下 我連介紹台灣的兩千三百萬人的兩千三百萬 當下腦筋一變空白了 可是我不想就這樣出去了 所以我就在後面的小白板上 慢慢的數兩千三百萬的數字 我想教授應該也知道 我在心裡數十個十百千萬 我猜 後來最後徵選的結果是我入選 然後教授在給我相關資料的時候 我很好奇地問他們說 為什麼我當初出了大夫 沒有一個錯誤 由最後是我入選 教授跟我說 其實除了英文能力之外 他們覺得這次的任務 最重要的是危機處理的狀況 因為我自己犯了這個錯 所以反而有個機會讓他們看到 我的危機處理的能力 那這就造成我自己的第一次出國 第一次當初在學生 很多的第一次 所以我在想如果沒有自己 設樣願意充一次 應該有很多事不會發生 我覺得最勇敢的事件是 我在廁所裡面 用了一支麻糠刷 逼死一支壁骨 大概我的學生都知道 我最厭惡的生物就是壁骨 它比蟑螂更討厭 而且我那時候是完全沒有穿衣服 也沒有辦法求救 所以我就只能夠拿著麻糠刷 然後磨動而後定 把它逼到角落去之後 然後用很快速旋轉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很勇敢 超級無敵勇敢的人 因為我真的很害怕那一個生物 太可怕了 覺得你有沒有在現在人生當中 覺得自己做過一件 現在回想起來覺得 哇賽我怎麼那麼勇敢的事情 employee 愛不需要熱情 愛這件事很需要熱情 我覺得是點 Prem 身法 因為責任更大 這件事情讓妳覺得妳很勇敢 然後還生了兩個小孩 是有要打算再生第三个吗 没有 所以就决定勇敢先暂时到此为止 这样就够勇敢了 以目前来说 我做过勇敢的事情 就是接下来309的导师 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 我想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面对它 并且接受任何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从叔父开始 毕业在 我想要跟319的同学说 其实你们比自己所想的还要出色 因为我看到你们对你的作品 蛮整个的坚持 所以回过头来 我谢谢你们 让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里 重新认识你们 这么可爱的一曲 那也让我发现你们无限的情人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怕牛友国人 高中的时候 我念台语中的时候 高一要考更长挑谱 跟水母条老师还亲自下手教我怎么踢 然后后来我觉得 就是自己在一个海岛国家不能这样会游泳 所以我念师大的时候还特地选择游泳课 然后师大的游泳池是标准池 就是一边是两公尺深的 那期末考的时候是要考有50公尺 而且是要从我两公尺深的地方游泳游泳游泳 所以我觉得那是我自己克服恐惧 就是算是最大一个障碍的一个挑战 就是我去修了游泳课 然后也成功的把50公尺游玩 虽然最后五公尺已经不太会前进 但是我们还是把它完成 就是我有一次呢 骑车进入校园的时候 那大家都知道我们车桶有一颗雀游嘛 然后它成熟的时候就会掉很多的果子 然后因为大家就这样一直撵过去之后 它其实会让地板变得比较湿滑 然后我有一次呢 就骑车经过的时候 我就滑了一下 但是呢我发现我居然可以若无其事的 很勇敢地立刻地站起来 福庆 你看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 大家现在在笑什么 可不可以有点同理心 嗯 没有欸 因为我其实蛮胆小的 但是我觉得 因为我不勇敢 所以我很努力把事情认真的做好 对 所以我觉得 有时候面对事情 即使你没有勇气 可是只要能够坚持 把尽力去做 我觉得这样就很好 我也觉得要称得上勇敢 其实倒没有什么事件 让我觉得是勇敢 可是倒是面对比如说庞大的压力啊 或者是会让你觉得很紧张的事情 那时候 会有一些情境 会让自己 逼着自己去面对它 倒是会有这种情境啊 那比如说 对我来说可能到现在 遇过压力最大应该是考校证吧 嗯 我觉得那一段时间 就是在一群势均力敌的同裁 然后你要脱影而出去 那是一个很煎熬的一个过程 如果我真的有的话 就如同你说的其他老师生巧 我生那个小孩子的过程 就真的不是那么的一个顺利 然后这一把年纪当爸爸 其实就一定很有感 他和我儿子是二十四中七到五十公克的早餐 在那个生死 修官那个交替之间 应该是他出生的第一个礼拜 他就被划到三次病而已 所以我们就是 就是为了小孩 还是要去建议一下 很确定那个 面对孩子的方法 跟大学同学 一起去英国跟法国自助旅行 然后我们就是 每到一个城市的话呢 我们就是必须要自己去找 住宿的一些 information 然后 就要把住宿先搞定 然后 还要去当地的食朋友去买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 我觉得我们做过最应该的 这个转换反应是我 因为我本在原来学校 其实是 我觉得 是可以安生的啦 那因为 家庭关系我就 势必就转换 然后转换过来的过程就是 就是你 家庭部分是一定照顾的 比较完善啦 但是我在教权上的成就 会稍微就 没那么的 就是有一个 应该学校文化的差距 还是存在 但是放过来的是 你会看到 这种的多元性 是自主性 会蛮强烈的 就是他有自己的想法 会比 我之前的更高的 就是说 本来要更顺动学生的那种 他的想法 然后他从他想法里面去做一些 慢慢的调整他们的一些心态的功夫吧 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 就是需要再重新成长 大概就是 我以前其实真的还蛮害羞的人 所以其实站在台前讲话 是我太容易的事情 然后所以我一直觉得 诶 我的学生说我讲笑话很难笑 但是我觉得我最勇敢的事情是 即使他们说我笑话很难笑 我还是一直讲 最勇敢的是应该是我二十岁 我太太十八岁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 我带着全国大专优秀青年的头衔 我太太对我极不放弃 然后那时候我做什么事情 她都一神一鬼 所以我就跟她讲一句说 啊算了 干脆我去见你父母好了 然后就去 她就真的安排我见了她的父母 见完之后就这样度过了 接下来的生活 就一直到目前都没有在分开过 这应该是最勇敢的事情 不然她促进很强 她只要看到我跟女生讲话 女生在那边笑 她就开始一神一鬼了 可是为什么见父母这件事情 会让她变得那么笃定 那她觉得 我不是在跟她开玩笑 我是在认真 我觉得生小孩 应该真的是很勇敢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生小孩 我在那件事情之前 我会想象很多 就会很担心 因为我比较容易感情 所以就觉得 很顺利的就这样子 就想就这样子 就生出来了 然后就 母子健康 就是 所以我本来想到 我只是说 你以为我要再勇敢一次 没有 没有这个规划 我本来想说 我这次的主题 就是为自己再勇敢一次 我想说你要不要再一次 先不用 如果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就很喜欢去整理东西 那整理东西的时候 你就会翻出一些以前 你可能已经忘记的 比如说 书啊 或是卡片啊 或是别一些礼物啊 什么什么的 那你就会发现 其实你的生活中 你可能遇到难关的时候 你会 因为还是很多人曾经在你以前的生活里面 给你一些鼓励 然后你的生命篇章也是 在这些挫子中不断的翻野 所以 我觉得回顾自己以前的事情 或是 让自己重新整理一下 过去的事情 是蛮好克服低潮的一个方法 就是好好的吃饭 好好的睡觉 好好的骑车 然后专心做当下的每一件事 你就会把一些杂点忘掉 然后自己会慢慢定下起来 好 回归场合 OK 当我觉得心情很不好 很糟糕的时候 我就会去吃台南的美食 就一直吃 一直吃 一直吃 所以 这是我觉得最疗愈的方式 也可以试试看 这个 我分两个方面 第一个 如果说你是想要 想要跟人沟通的话 你可以去找 你叫 谈得来的老师 跟他谈 我觉得 应该可以让你找到一些方向 或者是你去找你的闺蜜 或者是哥们 这些 我觉得 你也会得到一些好处 那另外一个方面的话 我觉得如果说你 你不想去跟人 去找人相处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自己独处 如果是自我疗伤这方面 我是建议你可以去听一场音乐会 或者是去看一场表演 我觉得你那种心境 或者是你去故宫 我觉得到故宫 去看看一些 新奇的一些国宝之后 我觉得你的心境 可能会有一些调整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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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经验 就是说 个人的经验 就是说 你除了准备学策以外 你把它当作充实自己的知识 这样心理会比较好过 这是第一点 心念要进行转变 第二点就是 不要想太多 不要想太多 反正把握当下 不要一直去想说 书念不完 很少人 有书念完 去参加学策 所以 把握当下 念多少算多少 大概就是这样 我想要跟高三说 就是莫忘初衷 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 在一开始可能 都会有很大的热情 那但是我们 因为遇到困难挫折 或是觉得事情 不如我们预期的时候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 不要忘记自己 当初做这个决定的 一开始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你想的那个原因 也许就可以 帮助你就是 克服那个低潮 然后走下去 完成你 一开始想要进行 这个梦想的目的 我想跟高三的孩子讲说 就是 剩下100天左右的时间 对 那你就把100天当 200天来度 就是发挥它最大的效益 对 然后毛起来度就对了 对 然后一定要赌到 让自己都觉得很感动 就是我怎么那么认真 这样子 那你就成功了 我想追求梦想的途中 一定会有徬徨无助的时刻 但是我认为 勇敢永远来自于自己内在的力量 所以请相信自己的能力 足以克服困难 请尽全力的发挥 我看过闪亮亮的命令 所以也请你们继续闪亮亮下去 学测加油 给高三的学生展示 我自己印象中 我生活中 就是高中最痛苦的就是高三这个世界 那个痛苦是 你很难忘记的 就是到现在都还非常难以忘怀 那所以我相信现在的你们 应该在面对考试的压力上 应该是十分的艰辛跟痛苦的 但是我想提醒你们 其实我觉得考试是一个马拉松 所以就像你现在觉得自己 好像跑得气喘吁吁 但是他的旅程其实是很 是还没有到指定的 所以你慢慢的每一步走 他都距离终点越来越近 所以不要放弃就继续加油 未来的人生是无限的可能 真的 我觉得面对学测不是你人生的终点站 他只是要用自己的平常心 然后用淡的方式去处置太陽 我觉得这样子才能够走到你人生成功 也是希望他能够在努力的过程 可以在学测这一关就可以直接考上好大学 这是我乐见的一个现象 希望你们可以坚持到底 虽然现在这个过程很辛苦 但是我希望你们从中也可以学习到一些东西 那尽力的在学测那一天把它展现出来 祝福你们 给高三的各位同学 大概我觉得教班大概都有听过一句话 就是吉米曾经说过 在最绝望的深渊 看见最美的风景 这条路看似漫长 但是你们也即将到达终点了 所以希望你们能够坚持下去 然后迎接最后的挑战 我希望那位同学说不要贪心 每天都比昨天的意境 好的1%就很厉害了 然后我想跟我们在那里程就说 你要勇敢跟同学说 我是好人可是我不是工具人 祝福做的高三同学 我的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 那我的学生一定都听过 就是没有白做的事 没有白不做的事 那我常常用这句话来逆逆自己 跟其他的分享 很多同学现在可能是在很庞大的压力下 或者你自己在一朝中 但是如果你很努力的走过这一段 撑过这一段 你觉得自己完全难消 那你会先赢得自信心 至于后面 我们会到那里去 分数有多高 那就先请自然 祝福大家 所以获得这100千 其实就不要想太多 然后心情放沉稳 然后稳定的往前 把该做的事做好 其实学测这件事情 也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恐怖 那就是不要把时间 浪费在负能量的一些思考上面 就想着你可以 努力改变的事情 那往的目标前进就对了 我相信自己是最好 最棒 准备学测都很辛苦 大家都一样 那你如果读累了 就做个深呼吸 做做体操 去走一走 然后唱唱歌 再继续 但是我们同学来高中就读 目的就是要上大学 所以学测这一关 是没有办法去避免 但是你一定要坚持到底 那未来你上了大学 你会觉得现在的辛苦 都是值得的 我们套一句汤玉兰老师讲的 要去台大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你买一张高铁的车票 坐到台北 然后搭捷运 到公馆站下车 进去就到 所以加油好吗 刚刚办公室老师他们在讲说 以前我们都说加油好吗 现在要讲说拜托加油 要不然你把我的脸披个理想大学 或顶大的那个字在上面 好我跟他们讲 再勇敢一点点我就跟你走 再勇敢一点点我就 不放松 只要三个字我就跟你走 那三个字就是 三年一的孩子们 不管你是高一 就在老师的某檔上 还是你是高二 才误入叢林的小白兔 我们这样已经一起走 这么远的路了 距离学测只剩下九十几天 老师相信 你们一定可以熬过 这一个大考的准备的过程 那老师希望 你们要相信自己的努力 我们只要尽力去做 未来不管什么时候 他都会成为祝福 回到我们身上的 哈啰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教学主长 那听说现在是要来 入一段自己曾经勇敢的事情 但毕竟老师过着平凡的人生 也没有什么摸鱼的经验 或是骑摩托车滑倒的经验 所以实在没什么勇敢 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只能在这边祝福各位 接下来的学测考试顺利 好不好 放心中秋节过了 不会再有什么 老师考的都没有教这回事情 好不好 就注意大家考试顺利 谢谢大家 如何面对他学测的滴潮 我要讲这个好了 OK 你讲啊 如何面对学测的滴潮 你这很像在作文朗狐 你只要演说比赛 都要先附送一次题目 不要紧张喔 不要紧张 慢慢连接进去 无论1Q也有 你也 那我们的目标 请听就对 不要紧张 给你 都可以 svk 先怎么看 我们都可以剪的 哈哈哈哈 你突然詐� Professor 你会振 对嗎 好 j 說 嗯...我先... 欸! 你!你! 好,這是第一題 對 我看一下喔 是不是很棒 自己說 是不是很棒 你們又把它是不是很棒 我現在都沒有斷喔 我知道,我沒有斷 對這些題目就這樣 我這個花絮 我們一起加油衝到最後 然後... 衝衝衝 再勇敢一點點 我就會... 欸,再衝衝衝衝 唱歌 好勇敢喔,你敢唱歌耶 欸,我跟著喔 這個勇敢把那個... 點頭啦 我再勇敢一點點,我就會點頭 好,再一次,再一次 HKK HK 這間歐安過的紀錄 真可憐 來 你心臭 比這兩回 這間歐安過的紀錄 我會唱的紀錄 太太太,了嗎 我會唱的紀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